说大家真的等很久了 因为这疫情对观光产业的冲击 已经整整三年了 那么交通部观光局也最新公布了 2021年的台湾旅游状况 我们先来看这去年国内的旅游总次数 是1亿2602万旅次 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 跟去年2020年比其实又差很多了 先前2020年呢 是1亿4千快要300多万人次呢 所以其实也大减了将近快要2000万人 那观光产值当然也是减少了许多 而至于在2021年的国旅观光产值 也只有2597亿 其实呢跟去年比起来 其实都是负成长的 而且已经有超过25% 大减了881亿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也是2011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也是连续8年的衰退 不过这都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一切都是跟疫情有关 那就更不要说观光客的这个来台表现了 因为之前的防疫需要 我们也是采取比较严格的边境管制 那在2021年全年呢 国际来台的旅客 其实只有14479个人 那跟2020年比起来呢 是减了有89.8% 你看这个数字是用崩落式的方式来形容 那么这几年都是维持在一个低档 那么在2021年的出国总次数也只有36万人 副全长的确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也写下了从1980年开始 国人出国观光以来的最低记录 所以说好不容易哦 从这个锐减的当中要慢慢的往上爬升了 等到疫情趋缓 那入境的居家隔离也逐步的放宽 所以观光业者真的非常的期待 零假期之后呢 让久违的国外旅客能够陆陆续续的重返台湾 好那虽然10月13号国门将开了 不过国内的观光饭店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人非常的严重 那么业者现在都起大了扩大的征裁 包括像是加薪啊 或者是人力外包 我们来看这缺工人数真的还蛮多的哦 像是韩社集团跟云朗观光 他们的缺工人数都有将近要400个人 那韩社集团想的方式呢 就寄出了推荐奖金的福利 比如说鼓励员工把职缺介绍给你适合的亲友 那也决定要导入机器人来提升服务能量 那么业者也很希望政府能够宣出援手 除了开放外劳之外 也能够开放在台湾的外籍留学生 到饭店去做实习 或者是开放来台打工度假 全力迎接市场复苏 10月13日起将在扩大国境开放 正式实施入境连居隔零加期 10月13号国门即将开启 外国客入境的旅游市场 也跟着慢慢升温 台湾饭店业却面临严重的缺人问题 我们饭店业看到解封后的市场呢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的这个状况 人才缺失 那其实各个部门在补充人力上面 其实都遇到蛮大的困难 东部的立强酒店 疫情时摇牙苦撑 如今盼到解封 在人手不足 要维持品质的情况下 就连老板经理都得支援基层 亲自洗碗整理房屋 我们饭店经营者 其实面对这样子缺工的状况 大家都是了蕾 经理就下来帮忙收盘子 老板就下来洗碗 然后帮忙收票 小子化跟老年化 加上疫情冲击缺人问题非常严重 较正常编制原额缺7%到45%不等 来到台北都会区的饭店也找不到人 像是寒舍集团缺400人 其中房屋30%餐饮20% 而金华缺了150人 房屋33%餐饮22% 福华饭店同样缺150人 主要是房屋跟柜台人员 把之前可能已经离职退休员工 再重新找回来任职 或者是一些这个二度就业的这个妇女 要解燃眉之急 启动非典型策略找人 要是离职退休员工回流 跟依法中心或退府会合作 招募中高龄人才 寄出推荐奖金福利等 饭店也努力备战 提升服务量能 迎接好久不见的外国旅客 招募许这种方向